你不想要 孩子的事是咋样的 孩子还跟以前一样 那就是还没怀上 姐 这什么玩意这是 姐 别怕 这块行 有钱人家都有这个 喂 是 我还有事先出去一看啊 你们吃 别管我了 吃饭了 别忘了啊 早点回来吃饭 好嘞好嘞 那我发表你留着啊 报纸都登了 国民党要在停战协议之前 偷袭共产党 你敢说不是 我没说不是呀 不是 你们谁听见这话 从我嘴里说过呀 你无赖 不 起码那些事不是我干的呀 枪不是我开的是不是 不是 你行 你说我无赖 我认了 我 不是 你们你们想想 你们这么闹下去 最后倒霉的是你们自己 同学们我们不怕啊 我们不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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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那些道理呢 我也觉得有道理 我也认可啊 但是你们 你们这么闹下去 有什么用啊 你想想 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了 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觉醒的话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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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在 在你们身上 都在你们身上 我知道 我 我就想告诉你们 你们你们得先知道 怎么保护自己吧 这么闹下去 国民党是要动手的 知道吗 非常明白 我就是要用自己的血 来唤醒无知的大众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本来就是一群傻蛋嘛 是不是 谁又找你恨了 你个小人 小人遍地都是 躲得过就躲 躲不过踩着他们过去 他官比我大呀 见天给我穿小截 脚腾也没法说 叫啥名啊 干什么玩意 你别给我瞎折腾 我明天给你织妆褂子 你把他名秀脚底下 踩死他 叫迷信嘛 你好歹能宽宽心嘛 那能有什么用啊 宽宽心 我出门该看见 谁不照样看见啊 谁呀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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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了 大晚上丁光干啥玩呢 让不让睡了 让不让睡了 这 字写得还不错 这写啥呀 没什么 就是些骂人的话 走进去 谁写那外人的话 敢写不敢出来呢啊 出来 敢写不敢出来呢啊 咋回事 给我出来 就要抓起来 行行行行行 全都抓起来 别吵了 别吵了 你干啥玩意儿 你干啥玩意儿 拦着我喝啥 就轻糟了 你也别吵了 谁 谁干的 给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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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学生真的越来越猖狂了 连警察局都敢冲击 我看 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找两个人混进去放两枪 他们肯定就怕了 现在什么时候啊 很多外国记者盯着能开枪吗 站着 站长 我刚刚接到情报 说是明天有很多学生 要进行联合游行 还有从北平和天津来的人 说是要深讨我们偷放冷枪 还有破坏停战协议 主题就是呼唤和平 和平 好 今天你们一定要弄个方案出来 其他东西我不管 第一 不可以开枪 第二 绝对不能让那些学生 冲击省政府 是 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长平安 站长 平安啊 你是学运组的 尽管提你的意见出来 是 可汗 你们好好配合 是 站长 您走好 常秘书 陈科长 这事你是负责人 你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陈科长 我人为严卿 行动方面的事 还得听您的 听我的 听我的那就好办了 给他们放放血 实在不行就杀他一两个出头的 他们就是铁打的脑袋 也得给我软起来 有道理 你坐 你坐 小秘书 周复长 站长可是刚刚说过 不能开枪啊 都记一下了 我先走 同学们再见 再见 明天见 明天见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过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件事 你有什么鬼名堂 就全都使出来吧 不是 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面对你们几个 我 我至于使我的什么鬼名堂吗 我就是来告诉你们 明天不要去游行有危险 你觉得这样的威胁 我们会怕吗 行 你们不用这么看敌人事的看着我 我知道你们不怕 我知道你们很勇敢 但你听我说 日本人在的时候我们怕过吗 不也扛过来了吗 谁怕过死你告诉我 我只能告诉你们 这么游行 没有目的 没有意见 但是你们现在这么做 是很愚昧很盲目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想过吗 因为顶上这么大的风声去做 本身就是一件冒险的事 你们有想过你们父母有多担心人吗 明天的人 不会像你们爹妈一样这么对的 他们手里有枪 有子弹 子弹不长眼 你们知道吗 想过吗 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吧 明天会有警察 扮成百姓混在你们人堆里面 他们会有警官打人 可能这是轻的 但是如果你们只要去游行的话 最好先联系好小医院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十个王朝 无论魏晋还是逃送 他们兴他们亡 中国还是中国 远到秦汉近到明清 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几十个皇帝 他们生他们死 中国还是中国 你以为你走这儿我就逮不着你啊 行 不爱独裁 不爱蒋介石 不爱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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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电话叫人去 是 不爱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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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了 不爱独裁 还不让人笑话 告诉那几个换过衣服的 让他们先去招呼招呼 是 博二组 孙主席打电话来道歉 他说什么了 说 因为他们警卫不够 所以让学生冲进了省政府大楼 还砸了整整两层楼的玻璃 那他自己呢 堵在厕所里面 困了长达四十分钟 因为一时冲动 所以给重庆打了电话投诉我们 现在希望我大人有大量 原谅他一时的不至 听听 听到了吗 你听到人家是怎么骂人的了吗 绕了一大圈是骂人呐 我是不是要学学他 我在等电话 可是长平安没通知我 我也没料到事情 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对啊 陈科长 我当时就让那个警察 给行动科打过电话 他说就是你们行动科的人 接的电话 你是说我在撒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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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注意你的上下尊卑 到底怎么回事 是 我的错 正好 是 是我的错 我 我 我没有想到事情 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如果当时考虑得周全一点 就不会这样了 这件事情跟陈科长无关 我一直在等你电话 可是你没给我打 是 我错了 以后再有这种事情 最好直接找我 别的没学会 先学会使唤那些小警察 好了 好了 你们先好好想想 咱们去糊弄省政府吧 你瞧你那点出息啊 还跟我吹呢 你连个女学生你都弄不了 你也就这样吧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气我呀 你要把我气死 你就成寡妇了 寡妇好大吗 那你不想让我碎嘴子也行 你把这差事辞了 你看自打你干上这个 不是挨枪子就是挨欺负 你这是人干的活吗 我不干这个跟你卖肉啊 卖肉咋了 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肉 我挣的每一分钱 我这心里都踏实 那你那踏实钱 能挣来这大房子吗 你住这儿时候 怎么不说不踏实呀 我这是替你打包不平 你咋错我来的呢 行了 行了 少说两句吧 我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 还指望着你说两句 能让我顺顺气 你知道你长这么一大堆的 你烦死我算了 行行行行 不烦你了 我一会儿给你炖锅萝卜 好好顺顺气 不是 爱吃不吃 谁求着你吃啊 你要说啥 别憋着 你说呀 睡觉 睡觉 你回来 不说清楚 别想睡觉 不是 你知道什么叫共同语言吗 啥 你看 我就知道你不懂 你不懂 你可以问我呀 你问我 我可以教你吗 共同语言就是说什么呢 男人在说什么的时候 这女人顺着她说点什么 你譬如说 我说今天晚饭好吃 你就说妈 太好吃了 从来没喝过那么好喝的稀饭 我要说今天晚饭难吃 你就说 对对对 太没错了 这破仇谁熬的 里头是不是搁马粪了 你这叫共同语言呢 你这叫虚伪 你别以为我啥都不懂 你懂啊 那你跟我说了 那唐诗送词你觉得有用吗 没用 你看 我恰恰跟你相反 这就是因为我们之间 没有共同语言 你说的那唐诗送词 都是拐人木脚给别人下套的 你说你跟我说今天晚上啥意思 这不是玩玩 这是沟通 就小两口过日子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我今天要心情好 那你就跟着高兴高兴 我要气不顺了 你就说点好听的 说点我爱听的 劝劝我 是不是 这样咱俩 才能越来越亲密啊 你别老跟我反着来 你就拿你上次丢钱那回说 我要不劝你 不哄着你 我说太蠢了 蠢得跟老母猪似的 你那臭娘们儿 你能高兴吗 不高兴 是不是 你到底要说啥呀 没什么 你回来 不说清楚 别想睡 我就说什么呢 我就是说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能不能就 别老每天都吃了枪药水 你能不能对我也温柔一点 你能不能不噎着我 你不噎着我 你不会说话吗 谁对你温柔了呀 我看你老听不到重点上 没谁对我温柔 我的重点就是 重点是哪个女人对你温柔了 说 不说清楚不能睡 我现在得告诉我 谁对你温柔了啊 不说清楚不能睡 省政府那边已经没事了 站长亲自给他们打个电话 这事就算到此为止了 其实打我一个耳光我无所谓 只要在里 你把我腿打折了我都认 我就是不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站长明知道陈克尚在撒谎 为什么不揭穿他 其实我这人挺怪的 有时候该抱的时候吧 就我还挺沉得住的 可是有时候一点小事 我倒摁不住自己了 还是不成熟 挺好的 要那么成熟干吗 我觉得你这种不成熟 挺可爱的 行了 不说这些了 聊点别的 咱们俩挺长时间没聊天 聊聊家常 聊哪方面了 聊聊你的生活 现在过得怎么样 聊聊你的家和你老婆 我跟我老婆 就那么回事呗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认识的那早了 他先对我动了心 说实话我当时还没看上他呢 我虽然不是什么人物啊 但您想一个杀猪的 我这心里边 是不是啊 那后来为什么选人家呀 不乐意 那两人就这么拖来拖去的 当时也没有别的喜欢的 他呢又三天两头来找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稀里糊涂进洞房了 你这话我不信 结婚那么大的事 哪那么容易啊 他一定 有吸引你的地方 当时就想 娶了我老婆啊 每天晚上起码能有一顿红烧肉吃吧 这才是说的过去的理由嘛 我喜欢这么聊天 你说 你说那两个人呢 结婚前 就是谈恋爱 跟结婚后 会有什么不同吗 那太不同了 你就拿我老婆说啊 结婚前对我百依百顺的 一结婚就翻脸了 现在跟我说话 那就像跟日本人说话似的 有仇 是吗 说到这儿了 头长 有句话 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啊 你问 站里好多人都特别奇怪 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 怎么还没结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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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觉得 傅云怎么样 我觉得跟您挺般配的 除了这个呢 特立挺简单的人 别看表面不说话 没什么心机 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感觉呀 我跟他又不熟 我只能凭自己感觉了 不过你的感觉 都是挺对的 我总感觉 你们两个以前好像认识 怎么会啊 第一次见那是在 中统的监狱里吗 然后就是送您去 跟他吃饭那回 那才是第一次近距离见的 那才是近距离见的 那你觉得他美吗 美 跟我老婆比得强多了 你想 我总觉得你想 除了你老婆以外 心里面肯定还有别人 不会 不会 不 我哪敢有啊 我老婆是一个标准的汉妇 她要知道我在外边敢胡来 她能当场废了我 我说的不是现在 以前呢 以前那就更不会了 我胃口吃着的东奔西跑的 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 你说谁能喜欢我这样的呀 那也对 温饱才思言语 喝点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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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的报纸火上脚油 全国哗然 现在我们门口 赌了有几百个学生 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正在赶来 现在车不能动 枪不能开 出又出不去 你们说 该怎么办 可海呢 他找了几个死者的同学 正在问呢 总之这是非同小可 如果凶手找不出来 我看我的帽子也得掉地上 闯明文 就因为那天我打你一把人 你他们就杀人往我投入栽赃了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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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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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总是火山呢 把枪放下 别冲动 别冲动 可海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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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争的半个人 有些人的方向 不就能让他进去 你干吗 他在这儿 也没什么 他就要放下 你不想放下 你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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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良心 我见完他我就回家了 然后我天亮了以后才出了门 而且第二天那个女学生 在这个运动现场出现过 他就不是那天晚上死的 他什么时候死的 你最清楚对不对 那不是那天 昨天呢 昨天你在哪 城长 昨天我一直在家 谁来证明 我老婆 你到会找 怎么不让你妈给你证明呢 还有别人可以证明吗 那就是说 能证明你清白的 只有你自己的一张嘴 我说的都是实话 站长 我没有必要撒谎 站长 事实再清楚不过了 我跟他的矛盾 连食堂里的厨子都知道 就因为那天一个巴掌 就可以证明 人是他杀的 所以我建议 立刻对他进行审讯 城阁长 您对我有成见 但是您的事 我长平安不至于 为这点小误会 我去做这种 自毁前途的事情 我说句以下犯上的话 这事就是闹到重庆 我也不怕 这就不是我干的事 不是你干的事 谁干的 不是你干的事 他们谁干的 好了好了 别冲动 别冲动 先调查 我觉得还是先把事情查清楚了再说 不是我们的黑锅 我们没有必要争着抢去背 站长您说呢 你说得对 我给你们三天 三天之内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凶手还没抓到之前 你们两个都不能离开宝地 知道吗 是 看到了吗 我接电话接到手酸 平安 你说 我还能编什么故事出来啊 你在我们站里时间已经不短了 我希望你在这个关头 你能帮我分担一下 站长 人真的不是我杀的呀 我不是说你 可是你要证明不是你 你知道吗 现在全战上上下下 都怀疑是你 你懂吗 我懂 站长 您可能不知道 当年我就是抱着随时壮烈的准备 才去参加汉中特训班的 死我不怕 只要站里需要 只要您需要 我随时可以把我这条命扔了 可是 可是让我背着这样的冤屈去死 我真的不甘心啊 您想想我一个拿枪都手抖的人 我怎么会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可是现在你负责的是学运 你能不能仔细想一想 到底会有谁 对那个女学生下手呢 这条的冤屈是 啊 赵主任 我知道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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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头让你们总统协查这件事吗 可是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多几天 博士们 那我们不退 不 行 力行问话的时间都不够啊 好 是 听见了 这时候中统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在这个时候 披上正义的衣服了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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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站长 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上次我和老丁被关进中统的时候 我听他说过 就是刚才给您打电话的那个赵主任 曾经想套着他说出一些 不利于站立和您的事情来 可是跟我们现在谈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昨天在省政府门口 那个 有几个人趁乱在殴打学生 至少有两个人我没见过 应该不是陈科长外人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证据 不敢瞎说 但是我觉得 会不会是中统栽赃心还在哪 说下去 您看能不能这样 先对外放出消息 就说陈科长作为杀人嫌犯 已经被正式关押 同时咱们调查中统那边外情 监听他们所有人的电话 就算最后证明凶手不是中统的人 您也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都 都推到我头上来 就说这是我的私下行为 事得多了不怕 这责任我来担 你担 我怕你担不起 但万一要真的是中统那边 发磕陷害咱们呢 照着上次我跟老英雀 去他们那么了解 他们真的什么事都做出来的 你说的也是有道理 这不是没可能 好 你好好想想办法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你让我搞事 还有到你 那干什么 啊 我说哪里 channel 如果说不定 它是不论 那么我要去哪里 你还要去哪里 你会有关机 你吗 那是要丢掉饭碗的 你还知道饭碗啊 你那饭碗里天天红烧肉谁给的 我跟你说 这也是站长的意思 好吧 那你让站长给我打电话 站长他没法出面给你打这电话呀 你怎么就不明白这里边的道理呢 平安 你就直接告诉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 怎么会这样 待会儿就你说你 我们帮我看看这个人 他去过哪儿干什么 我把医师的 有把握吗 差不多 好 我今天帮你去查 但有一点 如果有危险立即终止人物 需要的话帮你 不用 这个时候我自己来吧 人多如你露馅 你上那钱了吗 就这些 就带来这些 你要干吗 我想让技术科监听 中统那边的电话 但是那小子吧 油烟不尽 我想给他塞点钱事 本来我还有几个精条 留给我师父杨朗勇 但是上午都给了中统闻人 好 我帮你掃掃 但是你别等两点 等不了 等不了 至少可以想办法 那好吧 我进个东西查 如果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尽快 曹医生 您这儿 您站这儿干吗 干吗不进屋里 你太得不给开门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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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小鱼 不是 这 干吗 你干什么呢 你大外星锁门 不是你让我不给生人 开门的吗 警惕点废话 曹医生人嘛 你先先靠边靠边 来 曹医生人 你赶紧骑查去 干什么呢 这傻老前门的 曹医生 你别介意啊 我这媳妇 她不太会来事了 怎么会呢 你 你看什么呢 这房子就是曹医生给的 那我也不知道啊 他也没跟我说 他怎么不早说呢 不早说呢 没事 没事 没什么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咱也是第一次见面 等下回的 下回你再来吧 不等你敲门我就把你套进来 你坐 我跟你气啥去 不用不用 不客气 我待会儿就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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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医生 我老婆不知道我在报警站 你跟我说话 放心吧 是是是 明明找我有事 没什么 你那个计划 镇长跟我说了 他让我告诉你 放心大胆地去查彻底楼 一旦有什么消息 及时汇报 但这事战里不好出面 只能你自己私底下去运走 我懂 我还找了几个县人 让他们帮着一块儿 查查那帮混进寻生队里的中统 来来来 茶来了 曹先生 这好茶 一般人我都不给 怎么样 长太太 住得还习惯吗这儿 太习惯了 就这房子吧 不愧有钱人住的 太好了 冬天一点都不冷 我们原来那房子 跟这房子比起来吧 那差得不是一盈半点 您喝茶 您喝茶 习惯您好 习惯您好 我就住隔壁 咱们是邻居 以后有什么事 也可以互相照应 是是是 曹先生 那邻居好 邻居就得互相照应 曹先生来吃饺子吗 我给你包饺子吧 就混的速度都行 都拿手 就猪肉大葱的 韭菜鸡蛋的 都可好吃了 我都行那都行 给他你做饭去 晚饭留曹先生在家吃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您不吃了 不吃了 那我送你 吃了慢点 搞不好 那这得吃啊 曹先生慢走 慢走 慢走 曹先生 你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话格外多呢 咋了 话太密了不好 你干啥呀 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这刚才不让他进来 你坑我 进来认识点你又说我 这到底咋接待呀 快给个通话话吧 你别急 你听我慢慢 把话说完行吗 说屁说 瞎我你自己招呼啊 我还回我老房子住去 我跟你说 你别这么说话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我上司 你上司咋了 不是人哪 他这个人疑心特别重 你这个人吧 说话不过脑 你明明跟他说了一二三 他就能听出四五六来 啥意思啊 打个比方说啊 就你刚才跟他说的 你说这房子住得特别舒服 冬天也不冷 他就得怀疑了 这话是不是我教你说的 你说这话是不是反话 你是不是不满意 是不是嫌夏天热 那不有病吗 那要说半君如半虎 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行了 夏威太太来我不说话了 也不行 你就挑点那最简单的寒暄说说就行了 你多的千万不要说 你难为死我得了 跟你们这边人打交 咋能费劲呢 你别着急啊 慢慢教你 是不是 你总得学 小心点总是没坏处的 爹呢怎么还不过来 现在饭中越来越难了 爹上村子里收猪去了 生意不好做 可不是咋的 以后你也省着点花啊 跪着里没多少钱了 做饭去吧 对 做饭去 这个老客人 所以我给你帮忙 也要你帮忙 我也要帮忙 那天 我帮忙 你帮忙 你帮忙 那天 爹 zinho 爹 我赶路 走 刘晦 来 你可好 不是 我真的不能要 常见诚 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跑了 你这钱我真不能要 对 我的钱不是钱 我告诉你啊 这事就我俩知道 我谁都不说 要骗你 老天爷五雷空顶 空子雷骨头砸死我不是 我不是不信你 真是不行啊 就是行 你哪些钱也不够 这屋子里不值我一张嘴 你也知道 三班倒 给中统上监听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求求你的行吗 我求求你了 别为难兄弟了 我求求你啊 你那四个多小时没记得东西 我可谁都没说呢 不是 常秘书 你威胁我 我脑子都快掉了 威胁你 我告诉你 你要帮我 我欠你一条命 你要不帮我 我实际让你当垫背的 不是 常秘书 不把别人份上 我能够这么绝的事吗 我告诉你 你 钱就这么多 不够 我慢慢还你 过了这关 我认你当爹 给你养老送猪 这赵兵生可是 我要知道他们所有的动向 还有所有的电话录音 具体情况你自己想办法 不是 不是 常秘书 那帮学生到底在干什么呢 怎么还在闹 是 常秘书 这一段时间 咱们都要去 没问题 娘 那帮人能找到什么 他们连丢了一头猪啊 他们都找不到 你别在我这里挨声叹气的 你要叹 在外面叹 是 可海 你老实告诉我 人是不是你杀的 站长 全站上下 我跟您时间是最长的 您要是不相信我 您现在就一枪崩了我 今天才听到 叹一堆 我怎么咋想 不相信我 你一定会有什么 他现在才能做 好 写真 我这个 你怎么会 有什么 他 你别在电视 发生 说 他 他 怎么回事 你现在知道 你这种手 既然不知道凶手是谁 那只能够 丢祖宝帅 让他当替罪高扬了 是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你呀 去找他老婆 好好安抚安抚 他老婆 一个泼妇 闹起来比那些学生还来劲 是 我天哪 没碰上你吗 曹先生 太对不起了 长太太 吓死我了 这要出去啊 对 吃饭了吗 还没 这你太太吧 长太漂亮了 我曹先生邻居 我家就住这儿 以后咱总能碰上面 这是我同事长编的太太 你们先聊 我去开车 行 你先忙 去开车吧 正好聊聊 那个 以前咱没见过你呢 我也刚搬来不长时间 咱以后多走动走动 没事俩家去吃个饭啥的 我们还没结婚呢 你看我这破嘴 就有男人老说我说话不过脑子 这我也记不住 你别挑理啊 但我也没说错吧 你俩虽然没结婚 但你俩是一对 这成为两口子不早点事 就当我提言当喜了 八字还没一撇呢 还没撇呢 那赶紧撇啊 大妹子 姐跟你说 就曹燕这人不错 人可好了 你看人家要个头有个头 要长相要长相 插啥呀 还是当头的 你不敢犹豫是什么 千万别犹豫 这挑男人跟挑衣服一样 就你要是稍微下手晚了 啪就让别人抢走了 后悔都来不及 不及了 长平安 他是你丈夫啊 是啊 你认识啊 以前见过几次 他和曹燕燕燕同事 那俩人关系老好了 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咱俩好好处 咱俩穿一条裙子 你以后要去大事小情吧 你就招呼一声 支婚一声 就我们家老长吧 别的本事没有 就跑腿还行 你有啥脏活了一会儿 就支婚我 我全给你干了 平安是个不错的人 你们两个还挺配的 你看出来了 好多人都那么看出来了 我也觉得挺配的 但就他老绝脱拖到后腿 为什么呀 男人不能那样嘛 就看别人家碗里翻菜箱 但没事 就只要结婚啊 过个几年 你把他说得紧紧的 没事瞧瞧瞧的 没事瞧瞧瞧的 反正以后啥事都没有了 咱俩你还有事啊 你别急 一会儿曹先生那车就过来了 要你到我家等着吧 就磕点毛磕 磕个薄米 我给你漆碗红灯水 不用了 太麻烦了 麻烦啥呀 你看老能客气 咱留铁童园的 我又没啥事 我陪你等着 正好捞捞喀 你俩咋认识的 就那么认识的呗 我知道了 是不是相情相中的 没有 你看 听你说话 你不是宝丁这嘎的人 你就从北平过来的 你看 肯定从北平那边过来的 你看你说话 不是 肯定北平那边过来的 一看就可有文化了 曹先生是不是也挺喜欢 听你说话的 我家吧 东北那边的 然后吧 我爸带什么过来的 我原来在城南住 城南你肯定没去过 那又涨又破的 就跟那边没法比啊 你看这边这环境 那简直天人地下呀 这环境太好了 就这房子吧 那也多亏那个 车来了 那先这样啊 回头再聊 这 这聊了半天我还不知道 你叫啥呢 我叫王傲玉 你叫我小玉就行 我叫傅云 那小玉姐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真好看 人也好看 名字也好 傅云 这不天上的云吗 傅云 云 王傅 说明明明什么 要 Montgomery 呀 Pod 和 фотограф 他还没打过 一个都没打过 弟子 怎么样 那人一直都在赌场里 把人都没去 还是没动静啊 他都好几天不回家了 这么多天在毒上里泡沫过 那不是躲视着什么呀 可他就这么躲着 那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你跟他算谁谁谁跟我算了呀 等着 那你跟这儿盯会儿吧 我先瞇会儿去 那你跟这儿盯会儿吧 我先瞇会儿去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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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秘书 长秘书 来 你休息会儿 我盯着 喂 站长 还没找到他 是 我马上逮捕他 逮捕之后直接送到警察局 现在跟记者联系 召告天下说 凶手已经找到了 是 什么意思 对不起了 长秘书 喂 干啥 不是 这时候就抓人啊你们 错了 错了 前面 喂 客长 那个女学生的事怎么样 我天天在赌场跑不下去了 咱好说 咱好说 别别别别别说 别耽误我的事 来一个 长秘书 长秘书 他打电话了 他打电话了 送去 客长 军总这几天都没动静 这个哑巴亏他们吃定了 我不用再躲了吧 愣着点把江老金抓人哪 是 他打电话了 我对他打电话了 他打电话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知道我是谁 知道 停着 要是不想让你那娇滴滴的小女儿受罪的话 你就老实点 请吧 带走 走 走 快点 放开我 放开我 在哪儿动手 在大学后门 接着说 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半左右 当时我一个人去的 我先在后面 叫了她的名字 确定了是她本人以后 我就开了枪 我只负责开枪 搬运尸体 是其他人负责的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离开以后 就去了赌场 在路过护城河的时候 我就把枪给扔了 成为了 是 这是谁的意思吗 这件事已经捅上天去了 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就是没人能保得了你 你也是个老子 自己好好想想 不说呢 就是个死 还连累家人 是 是 是赵主任 为什么这么干 为了 我也得击垮你们 就这么大点事 能把军统拉下马 你自己信吗 听说北平和天津的学生 在宝丁闹市 也是他们安排的 只要全国的学生制造生事 到时候赵主任就会亲自去重庆 徐老板就会亲自安排他面见几个高官 这我也只是听说的 其他事情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平安 给仲庆打个电话 我要亲自汇报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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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中统河北调统市主任这个帽子 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醒照了 我发觉啊 袁思成这个人啊 运气好得不得了 二把手直接升级 他呀算是超上的 希望袁思成 他能念我们的好吧 长平安 长平安 长长 我在此通报一项任命 因为长平安 最近非常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重庆方面的嘉奖 并已经批准他的升职 我宣布 从即日起 长平安 晋升为秘书室副主任 恭喜啊 程哥长 好 长副主任 别别别 你千万别这么叫 我这人啊 脑子笨 有时候转不过来弯 你 大声大量 别跟我一般见识 严重了 你现在是副主任了 不不不 你千万别千万 那我怎么敢呢 不不不 程总长 程总长 您 您这是 这 这让我回去了 来 来 给你倒上啊 来 站着 倒上 我看也差不多了 我还有事 要不 我先走一步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 那您说 知道吗 如果你现在还没结婚的话 我 我很难跟代局长交代 现在呢 周科长 走 有一个女孩很不错 跟你很般配 跟代局长也很走得开 陈科长呢 他去疗伤了 柯海这个人啊 其实不错 但是呢 脾气有点急 知道吗 然后度量也不是很大 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我是你学长 所以才跟你说明白吗 谢谢 谢谢站长 不过 我 我心里面 已经有人选了 他 你要跟他结婚 上次的行动 他是唯一留下来的线索 我不想 就这么放弃 你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你们慢慢量 不是 你这就走啊 你这就走啊 走上 你们呢 我这也别开子啊 快走啊 去吧 好嘞 我走啊 我谁想今天这个 为什么喝酒啊 今天有个好事 我生了 生的男孩女孩 你 你看 你 你跟我扯担 我生了副主任了 副主任 你说我这个酒是不是得喝 恭喜啊 不是 你 你别要这么不应不扬的 大家伙那么多人 搞不许这杯子就 我 我不合 不合不合适啊 谁结的账啊 我们头儿结的呀 我是想请大家吃饭的 但是我是捞不着这种机会的 不是你结的账 你干啥偷家里的钱呢 我偷家里的钱 柜子里的 柜子里的钱 丢了吗 我没拿 我爹没拿 要再不是你拿的 那是让你们警察局的兄弟 过来破案吧 你 你说 你说这个柜子 这 这 这柜子钱是我拿的 我 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打招呼呢 对 这钱我拿 干啥了 我生了职了 我怎么得请大家吃个饭呢 你不说不是你结的账吗 不是我结的账 那谁结的 你们头儿结的 你说的 我们头儿结的 那我的钱花哪儿去 问你呢 哪儿去了 不是 我刚就跟你说了 我这边生了是副主任了吗 这官你以为怎么生的 你不妨礼 省点钱 你能往这儿省吗 那么点钱就能升官啊 那我再给你拿一份 你直接当局长吧 那个 你说这个你就不信你 王晓鱼 干啥玩 我告诉你 我喝 我喝酒 不是 你这样 这样我一会儿削你了啊 你别 瞧你啊 你怎么揪头发呢 王晓鱼 哪有敢好好耍呢 还骗我 剩下你啊 还猫 你还猫 你还要我说啥 你说你干吗 说 你和那父亲到底咋回事 你还天天找 找不找 我告诉你 你不用找了 我听你找着了 人家就住在隔壁呢 这房子是不是也他替你求来的 搬过来更方便你俩见面了吧 不是 说话 尝尝 干啥啊 看你 长篇 你诸狗不语问你啊 这全毛定全中国的骗子 夹在一起都顶不上你半个脑袋 你跟我说过一句实话吗 你说你再没见过他 你说他被埋了 你骗鬼鬼都不信 就说到底啊 就是怕你多心嘛 多啥心呢 你跟我实话实说我会多心吗 你自己心要不虚 你会怕我多心 你平时怎么吃醋的你不知道啊 我多说了两句 你那不得玩命够闹的 你要好端端啥事没有我疯了 我跟你闹的 你现在跟疯得差不多 长篇 行 我不疯 咱俩好好说啊 你俩到底啥关系 就是说什么呢 你要我好好说吧 我可以说 那你得听我慢慢把它全说完了 你再吵吵 行吗 你两句说不完啊 故事挺长啊 这样 我就没法跟你说了 行 咱俩好好说 好好说 好吧 你说 你以前是不是和傅云好过 我要真跟她好过 你觉得还有你什么事吗 我要是真跟她有那个关系 我干吗还回来娶你 我娶她不好吗 你觉得你不想啊 是不是人家没看上你啊 一下把你给踹了 你小点声 小什么声啊不行 我就要让大家听见 我还让那姓曹子听见呢 敢愿 干啥 我更喜欢 你在我这儿 能够看看书 喝喝茶 听听音乐 你那个样子 我才更心安 是 跟你在一起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又这么晚了 是啊 你倒是淡风脾气 比现在小那么一点 我就早就跟你说了 别骗人了 什么脾气 好比长得好看重要啊 这女人只要长得好看 那再多毛病男人都喜欢 我多吃一点 你说我是猪 傅云吃昌冷 看她都像杨贵妃 我多跟你说一句话 你都嫌烦 傅云就跟你说一句话 你就能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 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可美了啊 什么 我看你就是犯戒 你 我跟你说啊 这是两点 两点啊 一 她爸以前跟毛师傅 她是朋友 你知道吧 那毛师傅曾经托付过我 让我照顾她 我跟她之间就是这么回事 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第二呢 她现在是人家曹先生的女朋友 马上就结婚了 我总共也没见到几面 我们搬过来 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事情就这么个事情 摆在你面前了 你要是心得我们俩 好好过我们的小日子 你要是实在不心的话 你就羞辱我对不 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长平安 你给我回来 他别独自玩啊 回来 曹若飞的鱼线正在一步步收紧 傅云这条鱼已经咬沟了 他对曹若飞的好感与日俱增 从他身上挖掘副本中 以及中共更多的秘密的时机 已经成熟了 曹若飞知道是时候收网了 当然是吗 我是长平安 以后所有的档案封存之前 我都得过一遍啊 行 对 你随时可以拿过来给我 好 喂 曹会长 好 我马上过去 平安 你替我跑一趟 把这束花给傅云送去 我去啊 我这马上要开个会 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 他现在在家 辛苦你了 不行了 我这就去 曹科长 他家住哪儿啊 差点忘了 这是地址 开我车去 挺远的 好 曹若飞这个时候 让长平安给傅云送花 他的用意何怎 难道是他察觉到了事吗 但不管怎样 长平安知道 接下来的一切 他都要小心谨慎 好 曹若 一会儿把那骨头再剃去啊 丢人 长平安 怎么了你啊 东西丢了 但丢就丢了呗 明天爹再给你买一个 你要人丢了咋办呢 这又咋的了 出什么事了 不说了 丢人 这一天天 还挺安 请进 曹先生呢 下个家人 请来吧 我请不回事 啊 我让你去词呢 你再去哪儿 过来 向外点 入立点 马上提出责告 你能不能承讯 我自己能承讯 留这些惊敬 那那我先走了 你回来 您还有话要烧给曹先生吗 你 你过来 你过来呀 请坐 您有什么事吗 请坐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 您有什么想聊的您就聊 别老您您的 您可真够能装的 是不是 你主动要来的呀 别误会 别误会 曹业人让我来的 真的 长平安 咱俩知根知底的 你就别跟我演戏了 抱歉我没太听明白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曹业人今天让我来送花 其实送完花呢 我就该走了 您坐下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理解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还要开展各自的人生 你说对吗 是 明白 完全明白 有水吗 我有点渴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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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在哪儿我自己来 自己来 咱俩有快一年没见了吧 准确地说 我这个也会遇到 我要再给她 其实把我离开 你用到哪儿 你用到哪儿 我会把他用到哪儿 市里去的 其实我这种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您呢 但是后来吧 后来没多久我就想通了 咱俩真的不合适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就突然想通了 通了 通了 一下就全都通了 对了 我太太您见过吗 见过 见过 她人特别热情 是 可能您会觉得她有点粗 但是呢 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过日子 踏实 什么样的锅配什么样的盖嘛 就像您跟曹先生般配 那真的是般配 我太太也常这么说 就是太巧了 我没想到曹先生是我的上司 所以咱俩之间的事呢 我还没跟他说 你就 你就别说了 我也没说过 他呢倒是问过我几次 但是我不想说 我不想因为我们过去影响到现在 对 做得对 做得太对了 有些事不说啊 是个秘密 说了就可能是个无悔 其实曹先生这个人吧 大人大量 可是这种事 谁知道的心里难免 是个疙瘩 是不是 那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 都况且咱俩以前也没什么 是不是 那时候你天天追着我跑 我真挺讨厌你的 是是是 我没想到 我们还会这样坐下来 心平气和地 回头去看那些事 不是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还就一赖蛤蟆 找着母蛤蟆得了 我还动了天鹅的心思 你说这能像话吗 你也别这么说 其实你这个人呢 也挺好的 热心肠 还帮了我好多忙 但是我 我就觉得 咱俩在一块儿不合适 别别别 别说了 别说了 都是过去的事 不说过去了 还说他干什么 我那个时候对你特别粗鲁 你没恨过我吧 你 你看看这 我老婆能 这叫粗鲁 没办法 我老婆这个人就爱吃醋 酸劲儿一上来谁都拦不住 他跟我急了都能动刀子 所以我见着您 也没敢说话 没事 以后就别说了 咱俩见面的话 我能不说话就不跟你说话 谢谢 谢谢 那真是救命之人 对了 您跟曹先生快结婚了吧 还没想好呢 还没想好呢 其实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 什么 我父亲 若非说了 他一定会帮我找到 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那既然曹先生说了 就一定能帮你找着 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一言九零 今天谢谢你专程跑一趟啊 千万别跟我客气 这都是我该做的 以后您要有什么需要 随时吩咐 好 那 我就 我该走了 我该走了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用送了 送你了 再见 对 花儿放个水 好好好 好 再见 怎么说你暴露了 怎么说你暴露了 没有 我绝对没有 刚才回来一路上 我捋了一遍 我跟傅云说的每一句话 我觉得没有一句话 是能让曹若飞起义心的 你说 这个事说到底 也就是我刻意隐瞒吧 其实不管谁遇到这种情况 上次的女朋友 是 是她之前喜欢过的女人 你说谁能傻到这个地步 跟她说这个呢 这样 这几天我再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就跟曹若飞摊牌 我把这些事情 跟她躲到桌面上说 其实她今天让我送这个东西 就证明她对这件事情 已经开始有想法了 但愿曹若飞 只是单纯地怀疑 你和傅云之间的关系 保险起见 咱们最近取消联络 等这件事情过去了 我在这儿找你 要是有危险 我就放出信号 要是有意外 你必须安全处理 万一 我说的是万一 要是有意外 我就跟她心疼了同位于尽 不行 你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同时 也不能让傅云有任何闪失 我给你准备两套撤队方案 你放心吧 事情没有遭到那个地步 行了 我先走了 在大门的村子回开换医了 好的 有什么事情啊 你来找我 特别高兴 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您送的花 他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可能当我这个外人的面 那样不太好意思吧 他那人就那样 我老婆就不这样 要是哥我老婆 不知道说出什么话来的 那您喜欢哪样的 您的意思是 您是喜欢像你老婆那样的 还是喜欢像傅云那样的 我 我还是喜欢外向一点的 就是有什么事呢 咱就挂脸上 过日子 简单 痛快 要是每天要猜你的心思 那非得勒个半死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人简单啊 他脾气就暴 您 您 您看我这 这被他给闹了 他为什么闹你 不为什么 他就是闹我 不应该 一定是你有什么事 得罪人家了 有什么事瞒着人家 让人不舒服了 他那儿 我可什么事都不敢瞒 那我这儿呢 您这儿 那我就更不敢了 行 你记住你说的话 记住了 你坐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 让你替我去送花吗 不知道 为什么呀 其实我原本想送的不是花 是借着 借着 对 我想跟他求婚 这些菜 都是你做的 我新学的 其实我现在特别紧张 你为什么紧张 不知道 好不好吃 好吃怎么样 不好吃又怎么样 如果不好吃的话 那还是 请你去找一个保姆吧 如果好吃的话 以后 我做给你吃 我活到现在 只喜欢吃两个女人做的饭 一个是我奶奶 一个是我妈妈 现在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你 我有一个决定 我有一个决定 不管好不好吃 只要 只要你想吃 我就给你做 你怎么还不尝一尝啊 你怎么还不尝一尝啊 在尝之前 我也有个决定 是 你怎么还不错 你怎么做 决定 你怎么能抢